大家好,我是幻星 今天我们带来孙登的测试视频 今天刚上线 所以下午也是打了几局测试视频 当然这个武将我个人觉得有点稍微难玩 难玩就是他的收益都不是即日性的 这个会给大家造成新手造成一些困难 就是前两局我也没用太好 当然后头也是熟悉熟悉 还是可以打出一些测试视频来做 但是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 孙登四血一技能 匡毙出牌阶段限一次 你可以立名有牌的其他角色 将一至三张牌置于你的武将牌上 若如此做 你的下回合开始使你获得武将牌上的所有牌 并且摸等量的牌 在他置于你的武将牌上 这些牌都是移触在游戏外的 他不会给你带来防御性 也不会给你带来手牌的数量的保护性 对吧 包括队友也是会讲 所以这个出现一个非即时性的东西 当然他过牌是可以的 最多可以过三张牌 然后并且获得一个队友仁德的效果 就比如你要需要一些东西的话 队友可以打一些思路 并且和一些人进行一些既有的配合 比如什么邓爱 领统 孙上香 因为能给装备 对 就是领统孙上香 大家没理解 一至三张牌 而不是手牌 这个没有限定的话 那是可以给装备加手牌的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当然他有一些缺点 就是移除在游戏外的时候 可能会降低队友的防御性 或者异异 或者是降低自己 不是 不会降低自己 就是降低队友的防御性 尽量的可以考虑是要马上动的队友 你对他去使用 嗯 如果是刚动完的队友你动的话 再去隔七个人六个人去动的话 他是不是有点危险 这个东西 而且第二个 对敌人 其实他是可以跟敌对敌人用的 就是你主动的选择一个 让他自己主动选择一个 呃 拆掉的牌 当然这个牌就战士性移除 比如啊 你有一把固定刀 对方有一张手牌 呃 你用框币 你就可以固定爆他了 他必须给你一张最少一张 而且但是呢 你给多手牌的敌人用的话 就有点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效果 因为你破不了防 打不死他的话 下轮给他过位置牌 而他主动给你的牌肯定是质量最低的 或者是他觉得没有什么威胁的 所以这个你要用 当然要注意几点 孙灯死了 是要把这些牌带走的 就是你别 你感觉感觉你快死了 你对队队队队队队用 完了队队无脑给你弄三张 你被人打死了 你带队队队三张 这你不仅死个人 还打出三张牌插给敌人 或者说是你快死了可以对敌人用 起码你不管怎么样 你比如下一个队友动 你稳定是收你的局了 对吧 就比如你是个反贼 下个队友动稳定是收你的局了 又没有什么既有配合 比如说孙上香过牌 灵桶要旋风 这种时候你可以给对敌人用 完了拆对方一张 完了队友把你收了 你还可以带走一张 这些东西都是思路 但是还有总的来说 大家可能就要问我村长 你觉得他入不入手 他为那叫什么 嗯 有过牌的属性 但是我觉得他一没有及时性 二他的也不稳定 对吧 这个我觉得孙登是一个比较难用的武将 我是不推荐大家 主动入手的 当然有的朋友说 我今天跟陆迅配合起来特别牛逼 我今天跟灵桶出来开锐 当然这是他唯一一个特点 他有机友 我们都知道 两个机友组合配合起来的话 一加一是大于二的 那你当然能产生作用 但是很多局的话 可能发挥的并不是那么强 当然我们具体来看吧 好吧 这个我们也就不要深思熟虑了 因为这个武将的确对于新手来说 我觉得作为一名军手 他用的这个目标选择 如果不是深思熟虑下的话 总会带来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难用的武将 当然他可以产生效果 因为过盘属性本来就强 在这上有机友配合 这两点是肯定会让他在有些局 能打出效果来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这个武将太难了 我并不推荐大家去主动的去入手 除非你对自己很有把握 包括今天直播有一句也许打的不太好 当然那个肯定是不属性的第一句第二句 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些测试评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句 反贼孙登孙权主 因为因为是那个点降 所以我手动进手气卡了 要不就没办法测试了 气候排还行哈 尽量比较多 再加上有一张基本牌 而且孙权其肉也是盲无国泰 这边王毅是直接跳反了 但是我们去考虑这一句好像没有什么 比较特殊的机友配合 就是我所需要的 这边孙权其肉直接赌寻语忠诚了 无国泰反无邪 我就直接跟着无邪吧 一是挑清楚身份 对吧 二也是不要让他刷其手这一波了 免得他在其手打出很大的优势 反正这一手牌的孙权 对于他来说就非常的危险了 这边就一手牌的孙权 我直接匡毙他 他把最后一张牌给我了 但是有寻遇的存在 我觉得匡毙不合适 人家杀一下 直接满手牌觉醒 我还是跟队友进去配合了 这一轮我的匡毙选择非常简单 刚才我说过 匡毙队友可能会造成这种 副收益 就是让队友可能去防御性 这边我先拆了防御性很弱的这种情况 但是有王毅的话好处 为什么 因为王毅是一个有真烈这样子的技能 他防御降低的话的话 他的威胁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选择去对孙权 又不是对王毅进行匡毙 产生过牌并且配合 为什么不去对无国泰这些对队友 主要是无国泰那边还有点危险 这边很尴尬 我想虚报一个过拆 我觉得拆一下孙权 我刚才讲过了 把孙权打成零首牌有群毙 如果群毙是个忠臣 直接补满的 我想留一下一会拆装备 但是没想到反手被顺走了 这个有点小伤 让他拆了个冰凉 咱哪能知道他说顺就顺走了 这边连续跳了两个忠臣 何太后和孙上乡 何太后也是铁锁了一下 无国泰河接大桥 无国泰刚才就无限已经跳反了 看一下大桥 当然 哎 好了 对大桥这边是决斗孙权跳反的身份齐了 呃 对于祖宗来说 那个群毙是忠臣的话 他们是有得打的 嗯 这个是大家明白的 群毙应该是孙权比较相信合适的 这边利用陶加粮柱过牌 这个也算是一个方差性的阶段 我出过一次孙权相中 大家可以记得 这边我没选择去决斗了 因为我拼完杀 他有可能去慢群毅的血 他还是不会亏牌的 所以我不如留个杀 一会防防南蛮什么的 化银钢了 化银钢了 如果没有群毅的话肯定拼杀 就把孙权牌打少一张是一张对不对 但是有群毅的话就不要拼了 我一拼不过 二拼过了 人家刷群毅一下牌又满了 白拼 所以这个思路是有区别的 不过防的南蛮效果挺好 这边王毅继续无脑干主呗 给过牌 我帮王毅过了 王毅回合外过了牌 完了我 他也给了我个顺手 压一下孙权相 这边王毅多给了 这次匡毅了两张牌 刚才我说了王毅是一个 如果我对大乔对五过牌都不是好事 对吧 你说那把大乔大乔给一张 完了过拆过拆空手牌 对了 所以只有找这种人了 或者找机友 所以这个这个技能 匡毅这个技能最大的问题 就是非即时性过牌 而且在过牌的途中是有风险的 对吧 你对敌人用也不敢 你比如对这满血的孙权用或者什么的 呃再加上有寻遇人家能截命 然后你满血孙权用打不破防 你下轮喊你帮他过牌 人家多过牌也不合适 所以这非常头疼 除非说是我要集火谁了 对一会我们肯定是要出这个类似的 就是对敌人用 好这边大乔弄完 这边寻遇肯定是要卖一波 二虎进食 烈人忠信而死皆信 或宜漫而不疑 取虎卖血 完了给孙权劫命 完了再让孙上香的梁柱过牌比较多 孙权下来七柔牌启动 这波大之痕 就是要干五国泰 哎呀连我一起干 啊 这是完全这样的有寻遇啊 对牌的虚消耗非常非常大 只有打出一个解冰空间 这一下打到这儿大家都觉得 就主动 呃 寻遇加孙权状态这么好对吧 寻遇 尤其孙权状态这么好 又并且有这么大的解冰空间 其实不好打 我也是这么觉得 这加上我们这过牌 其实这种效果就能体现出来 这边和他给我读一波 这很 这波读的话给予我们一个机会 就是直接刚主攻了 对吧 你既然读我 我有距离直接刚 这还好是这边能有冠师傅 这王毅给的吧 也没太注意了 继续的匡毙王毅 王毅 越来越胆大了 他也觉得 我手牌少点对方也不敢随便动我 要打打吴国泰打呃 陈森登都没有打 当然这局给这么多牌 其实应该少点 我记得说了 对 这就是不管他再胆大 这一次一定一定不应该给这么多 因为我现在状态非常的差 跟刚才那种四血的我是有区别的 我这个刚才在做测试视频之前 是有讲过的是队友的话一定要注意 如果如果这个孙东很容易死的话 你就不要太给的牌多了 这样子会带走很多牌的 这个可能是新武将有的朋友还不太了解 所以他还问了一下 如果村长死了还有牌 那个牌我是被带走的 所以就亏了 这个就是我唯一怕的 就是这一次胆大是胆大 但是可以考虑少给点 因为现在的孙东有点危险 不过他要死 看到这儿 你们都觉得是不是祖宫还是有点危险 陪了小女 有折兵 然后这边跳了个内 本后 是有哥哥在外照 摘死五个台过一些牌 李徒劳顿 品下马修正马 这波还好两个乐 我起码安全了 起码能帮忙一过这三张吧 这次应该是过牌非常明显的一局 顺便继续压首牌 看一下这个群人能不能天过 帮他解密一波 但是还好没有过 这也没有过 这个保住我了 起码这个狂逼效果能体现出来了 而且孙权状态就被我们这一次九杀什么的压压住了 过了一万张牌 和他和他后这个不敢读啊 读了他不把他带飞了 我先重铸 我看能不能找到九 完全不用考虑别人了 我不用铁锁打 俗性传导了 直接找九 能不能直接灌尸九杀 把孙权刚死 本来我觉得孙权可能 不管怎么样吧 弄完了 让他手牌越少 对 就为什么这个不先框币再试杀 那孙权如果有淘酒的话 你先框币 他给的牌永远是质量差的对吧 那实在不行 两张质量好的 给你减一码 他手牌越少 他越逼得他去给质量高的 你懂吗 呃 这个所以我后框币去完了看他 逼得他去给我一些牌 也许能提高我 那这边的话 借刀过来联络继续的杀一波 这波是利贡用框币的配合 有队友送的牌 再加上我们强势压一波 然后让孙权那边状态非常的少 给予一些引力的机会 这边孙权相被毒一下 我这边人王盾能保一下 真是一个黑鲨 还好保住了 何大夫是不是要毒死 借大小小步 孙权有危险 啊没有毒 啊对对对 他怕毒不死也行吧 因为刚才王毅过的牌比较多 但这样子的话 就有可能直接让大条带走 就算带不走乐一下寻玉 寻玉看能不能有驱火 其实啊也行吧 乐寻玉也行 就是孙权肯定要刷一波 这是最后一波了 孙权洞直接吃两桃 强行撑一下状态 王一被乐 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轮动 这边王一给顺 顺拆 顺拆加火攻杀 这边队友但凡能逃救回来 我们这把应该是赢了 先拆这个火攻是没有用的 大家比如说这梅花我是有的 但是这样子的话 这样用杀是肯定不可能用杀的 你们要清楚 我这个这个伤害不打了 因为我怕没有杀 大家这次就为了强中 你看过拆顺手 再加上匡毙强行把孙权打空 然后 这次就能体现出匡毙 匡毙在对敌人用的效果了 强行打空对方保证你的输出强中 啊等等等等等等 这是这一次能体现出来 这一局视频 呃 阻止是跟队友配合的考虑 就比如王毅在你匡毙的队友 不会造成什么队友回合外防御性的压力 呃同时也是利用匡毙去在回合那要打输出的时候 对敌人使用 强行把对方打成空城 完了提高你输出的命中率 啊这种东西都是有一些 真正使用的思路 啊大概这个视频已经基本上能把这个武将讲清楚了 我们看下一个视频 其实下个视频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主板内的思路局啊 不是孙登的测试视频 因为这局特别特别纠结 我孙登的技能发动 主攻但是能体现出主攻啊 就起码主攻 就呃 我觉得啊 居兽可能是中 孙上香可能是中 孙上香跟我是基友 居兽是远之位的居兽 所以我乐了一下夏侯士 压了一下阎良文丑 我记得是 是龙打祸啊 你看 狂毙了一下阎良文丑 让他手牌少点 别起手双雄来推人 完了杀了一刀 张忠华 张忠华这一刀我觉得他是反 是反的话 8号位看大家能不能激活打死他 如果不是反的话 是个中的话 他觉醒了 我们也可能通过过 匡毙跟张忠华配合 这个到我所谓 呃 所以夏侯士给我过了个牌 好像跳了个中 那我乐错了 其中我忙错了 但也没办法 主要是居兽 虽然好像太想中了 所以 提前优先去考虑他可能 是不是一个反对 阎良文丑跳一个反 这起手 这阎良文丑是不敢敢我 还好 还好夏侯士那边听过 诗君朝雨梦 雷莎成功 效果不错 效果是自动性的 并且艳雨帮我过牌 拘手铁锁孙上香和张忠华 再我来看这跳内打 因为孙上香像忠臣的 但他直接铁锁孙上香 合适吗 这主宗气肉没有优势 我觉得这内奸打得有点拼 这个曹瑞这是跳反了 他铁锁张忠华肯定是跳内 身为骑士明了 这曹瑞直接忙孙上香 这直接有定反 因为孙上香太想中了 我刚才给你讲过 孙东是有跟几个武将 有既有相性的 这个决斗千万别以为 他是在跳反贼 你要如果跳反贼出杀 把他打死的话 就尴尬了 赶紧飞雪给孙上香 创造结音的空间 让他赶紧睡觉 这这这个这个 你们千万别无脑的孙上香 一觉得哇塞我这么多杀 这决斗输了会丢人 必须刚他一波 然后就明白了 那个时候下后是绝对不会去救孙上香的 因为是主攻击打死的 张春华这一波挺害怕的 我先把他包括镇和连弩都拆了 这两个东西都有威胁我 而且我也希望赶紧把这个张春华打死 而且六手牌的炎狼文丑 动物的话也很非常危险 这叔叔我先优先打炎狼文丑 看能不能打死 打不死拉倒 打不死就看一下内奸了 但是还好这一轮炎狼文丑 手牌全是红 他也不敢决斗我 最多打死一个孙上香 好连孙上香都没打死 但是我觉得孙上香肯定是要死的 这一波夏侯师这一手裸摸可以 直接产生咽语的效果 并且打出一刀九杀 这一次裸摸夏侯师很很屌的 据说内奸收个人头 不管怎么样让内奸拿个人头 对于我来说现在是缓的 博章春华那边有一张桃 收个人头让内奸拿总是好 看孙上香吧 哎 曹瑞龙摸有沙 没有办法 真是没有办法 如果断一个沙 让孙上香再动一轮就好了 我起码在睡觉空间 他起码能帮我吸引两点伤害 这边不练师觉得优势了 竟然顺顺闪电 大概大概他也是不想让我们测试视频过早的结束 要不我绝对是批我的呀 这边不练师急火加工事 四血的孙东被要求的比较少 我起码活的 到我动 匡毙的话是有过牌 但前提是底能活 举手救了一下 强行保一轮 这人过 有一张过拆的话就爽死了 有一张过拆 匡毙铁锁 有固定处性 直接能带走这么多反 那很可惜 没有 我直接匡毙找机会 这个牌他有一张名的 只能说拿过来那张沙 是吧 我记得是好像是个名沙 有一张是曹瑞明剑的 那张有非常有可能是个闪 但是就是个闪 挑心玉郎君 切心连衣伤 没办法 只能说曹瑞裸摸牛逼啊 一张沙沙子三张香 还有一张闪保住了 延良丸丑 弹丸这轮就算没有闪 固定效果打不出来 也有可能带走一个 最多最少带走一个 我觉得两个人求讨 吗 这个时候四盘在 大家也许觉得是不是主中崩了 但还好有个内奸 看一下内奸能不能打出效果来 先杀一下延良丸丑 延良丸丑没有炒开 如果刚才能打出一点伤害的话 是能收到两个的 据说这边丢桃了 起码说是桃非常多 曹瑞看到我固定刀不敢动了 安徐拿了一个无血可鸡 无血可鸡拿过来再加上木马 反对这一波效果明显 有一个无血可鸡木马 还很难拆掉 张春华杖八加木马 就是要见这个是要那个 那什么了吗 你懂的 好吧 只能说他卡手卡的太严重了 先跟狙兽过牌 这个就牵扯到一个问题 狂币 这个时候我非常纠结用这个技能 给敌人吧也不合适 因为我不能保证自己能打死他 我和狙兽动 给狙兽把一 我害怕一一抑制他的爆发 二怎么怎么样 但是不用吧 又觉得很很很很 体现不出过牌 但狙兽直接给我两张 我只能说他的手牌质量并不是很高 所以他敢狂币去赌 因为我们并不是优势吗 去赌 赌下一次的过牌去产生爆发 因为他肯定把废牌给我的 他要是回合那爆发牌 他肯定不愿意给我 所以他也觉得有点劣势 加高了自己的主攻跟他配合的过牌 当然这个就是非及时心要体现出来了 所以我们要等一轮才能弄 这边张忠华没有闪 看一下他们带走 哎呦 这次特别意外 张忠华是 留久过 杀了一刀 没过出来保护牌 完了直接被拘兽这莫名其妙的一刀带走 现在进入2v2 2v2其实到我来说也并不是很好打 拘兽曹瑞进 主板内大家都知道是比较难打的 还有不练师的一波 不练师进主板内也头疼 所以到这儿你们都觉得我孙灯肯定是最弱的 这场面上的武将 我也是这么考虑 但是我们一定要打出思路来 这一轮虽然技能表现挺差的 但是别的还好 这我把淘头吃了 没必要保内奸现在 我们已经利用匡必帮 那个拘兽过了那么多牌 提到他爆发 看能不能带走一个反贼 完了我把淘头吃了 一是避免暗血 二是没必要保内奸 那一奸状态这么好 反正那边有一个 但我 弄了 但是我刚才狂闭了一下 帮他打空不练师 我记得是是吧 然后帮他就强行打死 这边 曹瑞拿了一个南蛮 哎我奇怪他拿连躲 为什么拿了个南蛮 他是想打我一下吗 那我可能拿个啥 所以不管 据说那边带了个藤甲 看见曹瑞弄了一个 这个的话我不管 让他拿藤甲 其实我跟你们讲 大家一定要理解了 第一是巨兽刚才丢过头的人 我觉得他肯定 手上是有头的 二单挑巨兽 单挑曹瑞都打不死 那我只能是希望 曹瑞能够把巨兽的状态压下去 再通过我的匡币和我的能力 再去跟巨兽把曹瑞打下去 打两个一个残状态 进入单挑我才能赢 要不跟任何一个人完美状态的话 我觉得我都赢不了 因为匡币在单挑的时候 就特别没有用 除非他手牌 我今天讲过 一会儿再讲 一会儿总结的时候再讲 所以这一轮 他顺藤甲我没有管 但是他放南蛮我管了 因为我不想南蛮的时候 巨兽就飞去 因为我也怕巨兽直接死掉 必须保一下 这边看一下草瑞 草瑞杀应该不是特别多 要是他特别多的话 他有可能就直接拿杀了 没必要拿那个南蛮 旁边这边有个藤甲 那我们白银石子那边 一会儿还能顶一下 狙兽这边动不了了 完了草瑞那边靠裸摸去摸杀 可能性比较低 所以狙兽暂时性要安全很多 唯一就是木马比较麻烦 这边我要拿回来个藤甲 呃这个时候其实用技能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好事 帮他们在过牌 我是他们主动给的废牌 但是这个藤甲给我特别好 因为当时我所有的思路 都要围绕着这个藤甲来打了 你们想的这个单挑 我们不好赢 我们唯一的优势是无血虚暴空间 所以必须打出一些combo 就是那种配合的牌 呃才能打出一些那个 呃效果 所以我留藤甲直接顶掉 装藤甲 反正我现在血多 也不在意多费一点点 也不怕你火攻火杀的 闪也多 但是我们可以考虑用藤甲打 比如铁锁自己火攻 这种思路 大家有考虑过没 所以这个藤甲对我来说核心牌 我体验又带上了 尤其是对方又带给藤甲 这边居首 这边曹瑞连续两个决斗 又帮我把居首压得非常残 这是我刚才说的 这种曹瑞的回合内能力 跟我的匡必有可能有关系的 我得让这个曹瑞过了三张牌 就是自己裸摸两张 下的内奸直接压主攻了 呃现在成了反贼杀内内杀主 主杀反反了 但是理解内吧 内是希望反贼不要打他 所以跳一个反贼的动作 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去打反贼了 你应该做你反贼应该做的事 呃或者说他就没有杀 他怕那也不用呀 他不怕他就想决斗决斗我 这个倒无所谓 曹瑞那边还得虚报半天丢陶 我这边一只摸的牌质量并不很好 我提前光闭是为什么 就是想让居首有一次爆发 我帮限制帮他限制曹 曹瑞的那个防御牌 居首有一次剑银的爆发 能帮我压一波曹瑞 因为他现在居首仇恨都应该都在曹瑞呢 因为曹瑞一直想杀死他劲单挑的 如果但凡这样子 比如说这火杀能成功的话 对吧 我们就能感觉就有一点点机会了 尤其是我这儿有藤家 一会儿我裸摸个铁锁火攻 对吧 铁锁和曹瑞火攻自己 曹瑞直接击击 当然曹瑞刚才丢陶可能是有陶 曹瑞现在还没动 过牌 我这次给居首留陶了 我感觉这曹瑞状态太好了 必须想办法保一下居首了 居首托管丢牌 我知道他两张肯定是防御牌 要不不可能托管丢牌 我也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托管丢牌 我不知道是随机丢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以我的逻辑 他应该三张一样的牌才敢托管丢牌 那果然是三张一样的牌 我也觉得要不怎么敢托管丢牌 这谁知道丢哪张 当然有可能说是大家都知道丢哪个位置的 这个我没研究过 因为我不和我很少托管 吃了个糖 因为 为什么这个时候我就不想保居首了 大家有想到没 是因为我摸到一个K牌铁锁了 但是因为我没有属性杀 所以 所以我留了那什么 那什么这边我匡毙一下居首 因为居首重乐了 他肯定两血两手牌过 我不如说是给他匡毙一下 完了死不了的话 那什么 这边是雷杀 如果是火杀的话 特别开心 但是是雷杀 好处的是举手也是帮我控反 让他们再互相刚一张 能打死的话 两血的曹瑞还是在我秒杀的范围之内 对 就没有一个神装曹瑞进入单挑 是两血的 刚才我一直留的加一马 大家这个加一马 我是握死的 我就知道有一天这加一马会被弄掉 赶紧弄一个 这边这个这个牌系就刚才我讲的 我逼的他用 这个时候我杀一刀他闪了的话 连弩木马和手牌 都有可能给我一张很好的牌 一会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永远是先杀听他的废牌 再去逼的他用 他连弩和木马都不敢给我的 只能给他手牌 手牌有可能是一张桃呢 还啊 这个桃不可能的 九 啊 十张杀不管了 这边出了出了爆发牌了 有借刀 借刀借不过来啊 我加一把 好后悔啊 这这边因为要秒人了 所以我先框壁 捡他的防御性 这个这个九杀 成功 吃桃 铁锁自己火攻自己 这是我刚才想的一套牌 但是没想到过出一张无蟹 过出一张无蟹 有三色直接火攻他 带走 这就是虚报 无血的效果 后头主板内技能的使用 其实效果很一般 有可能还有副作用 就是操作那两个决斗 那也挺吓人的 对吧 呃就是有那个副作用 但是呢 主板内还是把思路打清楚 面对两个武将 你都没有单挑情况的话 你本来单挑弱 就跟刘备主一样 对吧 你找找机会 让他们互相刚一刚 你去弄一下 反正你只要引导住 对方的思路就行了 呃 顺便我刚才讲一下 就是我总结了一个 这个孙登这个武将 他属于是一个优势局的武将 就是优势局井上天花的武将 任何劣势局呃 就是框壁这个技能 是没有劣势翻盘的效果的 你懂吧 劣势就是说明对方优势 优势包刊几点 血线优势 手牌优势 对吧 技能优势 但凡这三点对方占两点的话 你框壁只能说是副作用 对吧 人家手牌优势 你框壁人家给你废牌 你还帮他过牌 你又打不动他 不可能 你框壁自己人 减低自己人的状态 就回合外的状态 也很危险 除非人有机友啊 我觉得永远抛开机友 机友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这个我们抛开 就正常情况下理解 所以他这个技能 永远是优势局的技能 而不是一个劣势局的技能 所以这个武将不在意一个劣势 就比如说像寻优这种奇策 这种技能 你可以劣势局有可能翻盘 但是这个框壁的话 在越到劣势局的话 效果可能越低 除非对方手牌很少 给予一次你什么 把利用框壁加顺手过拆打 就是是上一局 就是把他防御打崩 完了直接去秒掉对方 有这种可能性 我不能说是完全没有 但是如果对方是优势的话 就这种可能性非常少的 如果给你这种可能性 那就不叫优势了 对吧 那是能打的局 那就不叫做劣势局了 所以说反正按道理理解 就是如果优势的话 对方应该装备手牌都比你多 不不可能给你框壁 给你创造出那种东西的 那些今天这个测试片就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